我成为放映员后,发现很多情侣喜欢在深夜场,趁着周围没人,在座位上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然而,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从红外监视器里看得清清楚楚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自从我成为电影放映员后,我注意到许多情侣偏爱在深夜场电影时趁着没人而偷偷亲热,但他们恐怕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我通过红外监视器尽收眼底。 几个月前,我上班时间和女同事打扑克,被人举报到电影院老板那里。 好在老板念我是老员工的份上,并没有开除我,而是把我从影院经理降级成电影放映员。 自从成为放映员以来,直接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很多情侣喜欢选择深夜场,趁着周围没人,在座位上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在我清场的时候,还经常看见被人扔在后排地上的贴身衣物。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观众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从红外监视器里看得清清楚楚。 凌晨一点,我正在播放室里鼓道着设备,准备放映最后一场电影。 从电脑上显示的作词表来看,只有两个人,而且选在最后一排。 虽然知道今天或许会有好戏上演, 但连续的夜班早已让我疲惫不堪。 只希望电影早早结束,好回家睡觉。 电影开场前,一男一女走进了放映厅。 困意十足的我瞬间被监视器屏幕吸引过去。 因为那个女人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很年轻,身材极好。 穿着黑色的衣子间紧身包臀裙, 腿上配一双油亮的黑丝袜,显得性感迷人。 然而她身旁的男人却一副大富翩翩的样子, 年纪应该在六十岁左右。 好花都让诸拱了,我在心里愤愤道。 放映厅大灯关掉后,男人的双手便开始不老实起来。 女人倒也很乐意,嬉笑着任由男人摆布。 没过一会,尺度之大让我直呼受不了。 由于后排和播放室只隔了一堵墙。 我甚至从投影窗口还能清楚听见女人的声音。 正当我全神贯注的时候,播放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吕大鹏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她一脸奸笑地说道, 我没有理她,继续盯着监视器。 吕大鹏是我兄弟,也是电影院的同事。 我被降级之后,她就被老板提拔成了电影院经理。 她之前干过放映员的工作,自然知道我在看什么。 我们关系很好,所以这种情景也就不避讳她。 可惜电影已经接近尾声,后排的男女已经整理好衣衫,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明天我还来她错过了精彩部分,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出了播放室。 第二天,不到凌晨一点她就找到我,手里还拿着瓜子和啤酒。 你想什么呢? 那种情况又不是能天天碰到我数落着她的行为。 心里觉得我们这样干多多少少,有点不道德。 她提醒我电影院是公共场合,不道德的是那些行为不检点的人。 想了想也对,我就没再多说什么,继续手头地工作。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最后一场电影进来的一男一女,居然还是昨天那两人。 这是把我们电影院当家了吧? 怎么连续两天上演同样的剧情? 吕大鹏不以为然,咧着嘴念叨着,今天来对了不一会,我们俩也看起了小电影。 本来这样也就当个消遣,但看着看着,吕大鹏竟然掏出手机对准了监视器。 大鹏,你干嘛? 我想要出手制止他,要知道他现在的行为已经变了性质。 叶辰,等一下,马上就好他边说边录。 刚才脸上兴奋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玩归玩闹归闹。 你这录像算怎么回事,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实话,我没想到他会录像。 他家里有个漂亮的妻子,犯不着干这样上头的事。 我话刚说完,吕大鹏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这让我感到一脸茫然。 他声泪俱下地扯着我的裤脚,哀求道。 叶辰,求你舅舅然然然是吕大鹏刚满四岁的女儿,是个乖巧可爱的小妮子。 每次我一进他们家门,然然总会扯着稚嫩的嗓音寻求我的抱抱。 因此我也十分疼爱他。 可吕大鹏今天是怎么了?怎么会突然让我就然然? 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直到我将他从地上扶起来,他才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吕大鹏说然然前不久被查出得了白血病,已经命不久矣。 医生说想要治好然然,必须马上送他去国外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整个治疗费用差不多要两百万。 他和老婆卖掉了房子,也只凑了一百万,现在还差一百万就及。 但是这跟你录像有什么关系? 我不解的问道。 吕大鹏擦了擦眼泪,继续对我解释。 叶辰你看。 这俩人明显就不是正常夫妻,据他观察这男的一看就是大老板,女的估计是小三。 他拍下视频作为男人的真罪证,准备以此为要挟,向男人索要一百万来给然然治病。 我被他的想法惊呆了,虽然我能体会到他救女心切,但再怎么说也不能犯罪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紧锁着眉头问道,真的没办法了,你一定得帮帮我。 他不断地向我祈求,眼神里充满了真切。 我脑海中又浮现出然然天真的笑容,他才只有四岁啊,老天怎么这么不长眼,非要折磨这可爱的小天使。 可万一他们是真的夫妻呢? 我担忧地说道,真是夫妻,然然就只能认命了。 他低着头说,随即他跟我讲了他的计划,他去调查男人的背景,我去调查女人的情况。 如果情况真跟他想的一样,我们就打电话去要挟他们。 我点了点头,在心里默认了他的想法。 干吧,就然然命要紧。 电影散场后,我们尾随着那对男女来到地下停车场,眼看着他们坐进了一辆豪车之中, 看样子这男人应该是很有钱了。 我心里的罪恶感顿时少了几分,跟在他们车后面,我们来到了市中心的一个高档小区。 女人从副驾驶下来,独自钻进了小区之中。 我在心里默默记下了小区的名字和位置,接着豪车发动,我们继续跟踪。 没过多久就被带到了位于郊区的一个豪华别墅区。 看吧,他肯定很有钱,而且他们不住在一起。 那女人肯定是小三吕大鹏一脸兴奋,仿佛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虽说我是本着好心来的,可真正地干起这种事来,我不由地在心里打触。 见我没动静,他一只手拍在了我的肩膀。 放心,兄弟,要真出了什么事? 一切我来担着他在一旁宽慰道。 在我给出坚定的眼神后,他接着说,明天你还是要去把那个女人摸清楚,最好想办法混到她的家里,混到家里,怎么混? 我又不知道他的确切楼洞我很为难地说,你别管了,我会想办法查到他具体门牌号他给我递了根烟。 接着说,到时候你装成快递员或者外卖员,总之就是要去看看他有没有老公什么的电影院有观众买票的信息。 他作为经理想要查到不是难事。 回到家,我辗转难眠,一闭起眼就想起然然的模样。 第二天一早,吕大鹏给我发来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和准确地址。 江戎,月华小区X洞X单元X号,父爱的力量是伟大的,为了救然然,他的行动是如此的迅速。 我买了杯奶茶,准备冒充外卖员到他家一探究竟。 来到女人家门口,我长吸一口气后,暗响了门铃。 我已经在心里做好了打算,只需在他开门后往里面瞄一眼,看看有没有男士拖鞋之类的男性用品,或者听听有没有男人的声音。 今天是周末,应该还没有出门上班。 如果他问我谁给他买的奶茶? 当然说不知道,外卖员不知道谁下的订单很正常。 两分钟后,门被打开。 女人穿着一件轻薄的蕾丝边睡衣站在门口。 近距离地观看,她精致的五官更让人觉得惊艳。 宽松的睡衣下面露出白皙的长腿,不由使我浮想连篇,你找谁? 女人的声音打破了我的遐想。 咽了咽口水后,才想起有正事要办。 江戎女士吗? 您的外卖奶茶我装着外卖员的口吻说道。 哦,麻烦帮我放桌子上吧。 我现在不方便她的脸上挂着一丝异样,说完便急冲冲向卫生间跑去。 虽然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对于我的出现,她居然没有任何疑问。 不过这正合我意,我可以借机到屋子内观察一下。 房子面积不大,装修的倒挺奢华,仔细看了看屋里的陈设,没有男人生活的气息,这里应该是她一个人居住。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我在餐桌上放下奶茶,准备走出房门。 就在这时,卫生间里传出一阵娇滴滴的声音,你能进来帮帮我吗? 她这是在跟谁说话? 我四处张望一番,确认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在叫我,估计她遇到什么难事了吧? 厕所漏水了,或者马桶堵住了,来都来了,就顺带帮帮忙呗。 没有多想,我朝着她声音的方向走去,刚打开卫生间的玻璃门,一双玉手便呼的一下把我拽了进去。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江戎从前面抱住了我,她直勾勾地望着我,满面飞红。 我心底一,不知道她这是要干嘛。 然而她接下来的动作更是大胆,直接将手放进了我的衣服里面,我瞬间明白了她的用意。 没想到她玩得这么狂野,看来那老头满足不了她。 望着眼前这美得不可方物的女人,我自然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当她红润的嘴唇贴在我脸上的时候,我彻底卸下了心中的防线。 我用力将她公主抱起,快步走进卧室。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酣畅淋漓地躺在床上,彼此都没有说话。 真可惜又过了半晌,她才自言自语地说出这三个字。 可惜什么?我不解地看着她,没什么。 你可以走了她的语气十分冷漠,好似两个陌生人一样。 我有些失落,可转念一想,我们不就是两个陌生人吗? 只不过阴差阳错地碰见了而已。 要不是我和吕大鹏有坏心思,说不定连她名字都不会知道,原本心里还幻想着和她能有进一步发展。 现在看来我不过就是她解决一时之需的工具罢了。 为了避免更加尬干,我连忙穿好衣服,迅速逃离了她的小屋。 虽然有些遗憾,可这一趟还是来直了。 刚出电梯口,吕大鹏就打来了电话,夜晨,我这边都搞定了。 这个男的叫王康,是圣茂集团的老板,贼有钱,我们要这一百万,对他来说就是毛毛雨,电话里就能感受到他抑制不住的喜悦。 看来我们真钓到了大鱼。 他刚结了二婚妻子,两人闹离婚的话,肯定对王康的事业有打击吕大鹏把他调查到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我。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他紧接着问我,这女人应该是个单身,没有老公可以要挟,就别打他注意了我如实回答。 既然男人已经那么有钱,从他那里要到一百万给然然治病就足够了。 我并不想让江戎牵扯进来,刚才的缠绵让我对他生出一丝怜惜。 吕大鹏跟我想法一致,我们决定把重心放到这个叫王康的男人身上。 接着我们约在一个茶室碰头,商量下一步的计。 这是我找人弄来的黑卡,你来打电话,我去拿钱刚进茶室包间。 吕大鹏便递给我一张电话卡,然后又拿给我一张写着王康电话号码的纸条。 怎么说,我开始慌了,显然没做好准备。 就跟电影里一样,把视频发给他,然后打电话叫他拿钱。 他十分沉稳地说,好吧,关键时刻不能耸,就是打打电话而已。 反正最危险的拿钱是吕大鹏去,我心里便有了底。 对着纸条上的电话号码,我将视频发送过去。 还没等我拨通电话,对方却先打了过来,听声音是个中年男人,我立马点开通话公放。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电话里,王康语气毫不客气。 不用管我是谁,不想要视频曝光的话,准备一百万现金。 我说话简洁明了,呵,要钱?可以,再拿把钱给你。 没想到他也这么直接,被他这么一问反倒愣住了,只能盯着吕大鹏眼神求救。 吕大鹏用手机打出了几个字,今晚九点他家。 我一机领,疯了吧这事,跑到别人家里去敲竹杠,胆子也太大了。 跟他再三确认后,只能硬着头皮告诉王康时间的好电话被挂断,有钱人果然够爽快。 答应得这么快,不会有诈吧? 我把顾虑告诉吕大鹏,他倒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说这种有钱人,最要紧的是面子,区区一百万对他不值一提。 而且直接到王康家里拿钱,让他明白我们知道他的住所,还能联系上他妻子,他更容易有所顾忌。 吕大鹏叫我晚上就在车上等着,他一个人进去找王康就行。 已经走到这一步,也没理由打退堂鼓了。 我们继续喝茶打发时间,静静等待夜晚的降临。 吕大鹏电话突然响了,是个视频电话,手机上显示出然然的头像。 然而他并没有接通,而是神色匆匆地挂断了视频。 然然电话怎么不接啊? 再说然然现在病重。 我这个当叔叔的也想看看他我不住的埋怨。 不管怎么说,天大的事,女儿病危也得接电话。 我们干的不是什么好事。 不想让然然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吕大鹏抿了一口茶,对我解释道。 我白了他一眼,想着等事情结束后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然然。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功夫就来到晚上八点多。 我们离开茶室,开着车来到了王康所在别墅区的外围。 吕大鹏给我指了指王康那栋别墅的具体位置。 他说他一个人先进去,让我先把车停在小区外面。 等二十分钟之后,在开车到那栋别墅前接应他,那时差不多已经拿到钱了。 对好了时间,他便消失在别墅区的黑暗里。 我在心里祈祷他能一切顺利,拿到钱赶紧带着然然去国外治病。 等待的过程中,我掏出手机在网上查了查圣茂集团。 这是一家涉及很多产业的大型集团,董事长是王康。 简单浏览一下,跟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差不了多少。 不过一条花边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上面写着王康迎娶小40岁年轻貌美妻子的信, 但是上面没有他新婚妻子的照片,也没有名字。 看了看日期,就发生在几个月前。 有钱人的日子还真让人羡慕。 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刚结婚几个月,就背着小娇妻在外面乱搞。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很快,20分钟一到,我打燃了车子,开进了别墅区里。 王康的这栋别墅很大,房子外面是一片空地。 我把车停在离别墅大门只有5米左右的地方, 然后关掉车灯。 此时别墅只有2楼的一个房间亮着灯。 别墅的大门也被人半打开着。 左看右看,并没有发现吕大鹏的身影。 难道他们还没聊完? 等了5分钟,还是没有看见吕大鹏从别墅里出来。 我开始着急了,担心王康是不是临时变卦把人扣住了。 如果真的是王康反悔,向他求求情再把视频原件给他,相信他应该能放过我们。 像他这种大人物,不会愿意把事情闹大。 又过了5分钟,我给吕大鹏拨打了电话,可电话里一直提示对方已关机,难道真出意外了? 现在的别墅一片静悄悄,从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什么情况。 我有想过吕大鹏会不会拿到钱后自己开溜了? 随即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本来钱都是给他的,我纯粹是帮忙。 他没必要躲着我一个人先溜。 再等等吧,我在心里暗想。 虽然事情没有按我们的计划进行,但是一百万也不是小数目。 说不定数钱还要一些时间。 一直等到九点半,我终于按捺不住,决定进入别墅寻找吕大鹏。 进入别墅一楼,里面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一丁点声音都没有。 由于没有开灯,整个客厅很昏暗,只能借着二楼露下的灯光。 在里面摸索着前进,顺着灯光方向,我经过旋转楼梯爬到了二楼。 好在二楼楼道灯是亮着的,不至于摸黑。 然而奇怪的是,二楼依然没有任何声响,整栋别墅像是调上了静音模式, 不由得让人感觉到后背发凉,难道房子里没人? 不对啊,如果没人的话,吕大鹏刚进来的时候就会打电话告诉我了。 而且别墅的大门是被人打开的,不像是没人的样子。 在楼道灯的指引下,我看见了唯一亮着灯的房间,房门被人大打开着。 直觉告诉我,他们应该就在房间里面。 刚踏进房间门,我就被眼前的一幕吓瘫在原地。 房间中央的大床上,此时正躺着一个男人,男人的肚子上插着一把匕首。 鲜红的血液顺着伤口流出,已染红了大片床单。 我鼓足勇气上前一看,这个男人正是王康,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瞬间大脑一片空白,王康怎么被人杀死了? 吕大鹏呢?他人又到哪去了? 我知道不能再迟疑下去,必须马上逃离这凶案现场。 万一警察来了,到时候真是有嘴说不清了。 就在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突然瞥见房门旁边的化妆台上摆放着一个白色相框。 相框里的照片上,一男一女正十分亲密地抱在一起。 而这一对男女不是别人,正是王康或江荣。 他们怎么敢把这么亲密的照片放到家里如此显然的位置? 顾不得满脑子一问,我迅速离开别墅,驾车飞奔而去。 一路上,不断给吕大鹏打电话,可一直都是关机状态。 紧接着又来到他家,然而并没有人在家中。 可能然然正在住院,嫂子正在照顾,吕大鹏说不定也去了医院。 坏就坏在,我根本不知道然然现在在哪个医院。 这个吕大鹏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 找不到他就不清楚别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不敢回家,于是跑到一个朋友家躲了起来。 毕竟我和吕大鹏去王康家的目的是为了勒索他。 要是被警察发现了,也是一项不清的罪名。 洗了个澡,心情总算是平复了些。 这一天发生了太多事,让我始料未及。 躺在床上,心里一遍遍梳理着白天看到的一切。 王康这么有钱,或许有别人建材起义杀了他, 又或许被商业上竞争对手派人暗杀了。 可那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不对,我忽然想到在车上等吕大鹏时看到的那条花边新闻。 小四十岁娇妻,从模样来看,姜荣正好二十多岁。 难道姜荣就是王康的老婆? 但如果是老婆的话,怎么会不住在一起呢? 感觉自己脑袋快要爆炸了,怎么吕也吕不通。 想了一阵,困顿起来,索性不再想这些烦心事。 等到明天也许吕大鹏会联系我。 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陈哥,快起来,你出事了,第二天一大早,朋友火急火燎地冲到卧室里把我叫醒。 接过朋友递来的手机,上面的新闻惊得我顿时头皮发麻。 富豪王康遭遇入室抢劫,昨夜惨死家中。 嫌疑人在逃,警方已展开全程搜索整条新闻的文字后面,还附上了一张嫌疑人照片。 这是别墅区门口监控拍下,嫌疑人在车里的样子。 没错,照片上的人是我。 不是我干的,我声嘶力竭的大吼道,没想到一觉睡醒,我竟然变成了杀害王康的嫌疑人。 朋友见状急忙安慰我,他相信我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否则警察早就找上门来了。 我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给他讲述了一遍,听得他直挠头。 会不会是吕哥? 朋友提醒我道,我的内心也开始起疑,难道真是吕大鹏? 事情发生后从来没往吕大鹏身上想过。 他是为了救女儿,应该不会干这么极端的事。 但还有一种可能,王康反悔不给钱,吕大鹏救女心切,就把人给。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他找出来。 我给朋友发了然然的照片,只要找到然然,相信就能找到吕大鹏。 一天下来,朋友动用了所有关系,在各大医院都没有发现然然的影子, 我不有感到绝望,内心极度煎熬。 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吕大鹏杀人逃逸,罪名全都背负在我的身上。 如果现在去警局坦白一切或许能证明清白,可然然的病就彻底没了希望。 然而到了晚上,朋友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找到然然了。 然然在哪?我万分焦急,在他家。 活蹦乱跳的朋友答道,朋友告诉我然然并没有的白血病,他身体很健康。 而且吕大鹏最近在和嫂子闹离婚,所以前段时间嫂子便带着然然回了娘家,今天才刚回来。 吕大鹏在骗我,可他为什么要骗我?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既然找不到吕大鹏,我决定先从那个叫江戎的女人身上下手。 他跟王康的关系复杂,像是情妇,又像是老婆。 戴上鸭舌帽和口罩后,我匆匆出门,在没有找到真相之前,还不能被发现。 趁着夜黑,又来到了江戎居住的那个小区。 刚准备进单元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前方的电梯口。 吕大鹏,他怎么在这儿? 他穿的西装笔挺,手上拿着一束鲜花,一点都不像杀人在逃的样子。 还没等我张口叫他,电梯门正好打开。 江戎带着笑容走了出来。 两人一见面就立刻热闻起来,好似一对热恋的情侣。 我侧开身子躲到拐角,生怕被他们发现。 俩人果然有猫腻。 等他们走后,我继续拉开距离跟在后面。 现在看来吕大鹏很有问题。 眼看俩人来到停车场准备上车,要是真上了车,再想找到吕大鹏可就难了。 不能再等了,趁着四下没人,我冲过去一把拦住了他,必须当面问个明白。 大鹏,你为什么在这儿?你跟他什么关系?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连串的疑问直接甩给了他。 我现在被警方通缉,太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吕大鹏一脸冷漠,对于我的出现,他似乎并不意外。 夜晨,念在我们之前是朋友的份上,我给你个机会快跑吧。 跑?跑什么跑?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进去他就死了,我一脸惊讶地望着他。 报警吧,少跟他啰嗦,江戎在一旁不耐烦地说道。 说完他便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喂,警察吗?找到杀我老公的凶手了。 就在越华小区停车场看来江戎真的是王康的妻子,这一切都是他们设下的圈套。 吕大鹏,真有你的,枉我把你当兄弟,居然这样对我,你会有报应的我愤怒的吼道。 夜晨,杀人犯法,我也帮不了你吕大鹏双手一摊,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我不能坐以待毙,留在这里跟他们继续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先离开这里再说。 回到朋友家,他正看着电视上对这件凶杀案的报道。 新闻里说我和江戎有感情纠葛,还播放了一段匿名者提供我在江戎家的视频片段,这完美地成为我杀害王康的杀人动机。 陈哥,我找人调查了吕大鹏和江戎,看来你真上当了朋友一见我回来,便急迫地分享他一天的劳动成果。 把所有的片段连在一起,在结合朋友调查得来的信息,我捋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吕大鹏和江戎很早就认识,俩人一直暗中偷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江戎结识到了超级有钱的王康,俩人便打上了他的主意。 江戎勾引王康并成功嫁给了他,本想着嫁入豪门,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 奈何王康虽然六十多岁,但身体却很好。 而且他并没有在江戎身下花很多钱,只给他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住宅,也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 为了更快得到王康的财产,他们决定杀掉王康,好让江戎以遗孀的身份继承所有遗产。 于是吕大鹏盯上了我,想让我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他先是安排江戎带着王康,在深夜十分来到电影院连续上演好戏给我看,然后编造出燃燃生病的谎言,又使我入局。 怪不得在查试的时候,燃燃打视频电话他不敢接,是怕我发现他在说谎。 拿亲生女儿的健康来说谎,吕大鹏居然干得出来这种事。 接着江戎出马,用身体引诱我,还拍下视频作为我和他有一腿的证据。 一开始,还以为江戎是王康的小三,不然在要钱的时候,王康不会这么爽快。 可现在想想,江戎是他的老婆,他更不可能允许电影院的视频流传出去。 到了王康的别墅,吕大鹏故意一个人先进去,完美地避开了监控。 造成只有我一个人开车进入别墅的假象。 案发当晚,江戎故意叫来闺蜜在市中心的房子陪他,给他制造了不在场证明。 而吕大鹏从表面来看,和王康没有任何交集,显然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头上。 分析完这一切,我沉沉地点了一支烟。 种种证据都表明我就是那个凶手,想要证明清白太难了。 陈哥,快看江戎接受采访的新闻朋友指着电视说道, 王康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出了事,自然会有媒体争相报道。 电视上,江戎换了嘴脸,他哭得梨花带雨, 俨然依附受害者家属的形象。 他哭诉着说他犯了错,跟我是一时之欢, 没想到我会冲动去杀了他的丈夫。 现在他只要求严惩凶手,让他丈夫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 好一张利嘴,几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谋杀就变成情杀了。 这一招很高明,坐实了我的犯罪动机。 虽然承认婚内出轨,可毕竟王康已经死了,并没有跟他离婚。 他还是能继承大笔遗产。 陈哥,现在该怎么办? 朋友很清楚我现在所处的境地,必须想办法让他们亲口承认杀人。 否则警方不会相信我的说法。 我很认真的对朋友说,除非他们疯了,不然谁会承认自己杀人呢? 朋友一脸质疑地望着我。 没关系,我有办法,按照我的交代,朋友买来了充足的食物和水,还买了一把仿真玩具枪。 接着他便出门去,准备全天候盯着姜荣。 我身份敏感,只能继续躲在朋友家。 既然吕大鹏和姜荣能在今天见面,相信他们最近还会私下约会。 可几天下来,外面没有任何动静。 这倒是把我急坏了,我可不想背着杀人犯的罪名在外面躲一辈子。 而且警察找到我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再想洗脱冤屈就更难了。 正在焦躁不安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是朋友打来的。 陈哥,我托关系查到吕大鹏今晚在酒店定了监房就知道吕大鹏为了姜荣抛弃弃子,肯定心仰难耐。 想起姜荣那漂亮脸蛋,是个男的都会招架不住。 好,你到酒店盯紧了。 到了把房间号发给我之后又向朋友嘱咐了几句,然后静待夜晚行动。 晚上十点,来到酒店,找到了他们约会的房间,朋友已经在隔壁开好了房间。 他谎称房卡被锁,向前台借来了万能房卡。 拿过万能房卡,我悄悄刷开了房门。 这是一间豪华套房,进去之后是一个不大的客厅。 在客厅里就能清楚听见姜荣那诱惑的叫声,俩人激战正欢。 这对狗男女坏事做尽,是时候结束一切了。 我掏出玩具枪,静止冲进了卧室。 夜晨,俩人被我的突然闯入,吓了一大跳,慌乱地扯着被褥遮挡。 有话好好说,你拿着枪干嘛? 情急之下,吕大鹏已经傻了,把玩具枪当成了真枪。 你们处心积虑地陷害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的同情心被他利用? 肚子里的火一股脑地窜了出来。 你现在想干嘛? 别冲动,吕大鹏此时已经躲到了窗边。 姜荣裹着被单站在他身后。 你必须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已经知晓了一切, 但为了骗他说出真相,只能装作毫不知情。 吕大鹏犹豫起来,眼看大笔财富在来的路上, 他不会轻易承认杀人的事实。 快说,我将枪口对准了他,继续不依不饶。 要我告诉你可以,你先把手机给我,再让我搜一下, 以防万一你录音他狡黠地说道。 像他这种极富心机的人,做事都是滴水不漏。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将手机掏出扔在他脚边。 接着他示意姜荣来搜我的身,姜荣一脸地不情愿。 在确认我没有携带任何录音设备之后,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事情跟我想的分毫不差,人果然是他杀的。 而且他还告诉我,我被人举报也是他干的。 真没想到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密谋好了一切。 为了钱,他不惜放弃美好的家庭,不惜让自己的情妇用身体来勾引我。 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和他做朋友。 叶晨,早就看出你拿的是玩具枪,之所以把事情都告诉你。 主要是想让你死得明目。 他突然极其嚣张地说道, 还有刚刚我已经偷偷报了警,托你到现在,差不多警察也该来了。 哈哈哈哈,他的话音刚落,一群警察冲进了房间。 然而下一秒,警察竟直奔他和姜荣而去,给他们带了上手铐。 吕大鹏机关算尽,却没想到早在他们来房间之前,我已经安排朋友装好了窃听器。 我们所有的对话全部直播给了警方。 真相总算大白,这对狗男女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几天后,我去看望了嫂子和冉冉,答应嫂子以后会照顾好他们孤儿寡母。 老板在一次把我提拔成电影院经理,每当深夜场放映的时候,我总会借机到播放室去巡视一番。 这个故事警示我们,贪欲和阴谋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不仅违反道德和法律,还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保持诚实和正直,才能避免陷入危险和困境。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我们下期见。